業務就只回了一句 只能退一千 希望旅行社這邊就是 能告訴我說 他這些錢是怎麼算出來的 可是他到現在就是 他退我的LINE 然後也不跟我聯絡 原本滿心期待228連假 和家人到泰國旅遊 受新冠肺炎疫情威脅 張小姐決定取消行程 向旅行社申請退費 意外抓出裡面有鬼 行程是我婆婆的朋友約的 那我就找到這旅行社後 我就上網去看了一下 他的行程的報價部分 那因為他跟我婆婆是收取一萬八 那我了解的那個行程報價是 行程是10999 張小姐一家五口 透過婆婆有人報名泰國團 每人找了一萬八 但張小姐發現旅行社官網標價 這一團旅費稅金加簽證 也才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質疑婆婆有人把他們當凱子 多手每人三千塊 致電求證這一名中間人 我們在家那個接送小婦 所以我們都一起付了一萬八 才要用餐的部分 跟他婆婆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你多收的一萬五 我們收下了 可是其他的旅行社一千塊的部分 我沒有辦法接受 你要告訴我說 你是怎麼最後才退這個一千塊錢 讓我知道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也是 目前的態度就是以毒不回 張小姐控訴旅行社擺爛 不把退團的行政規費 賠償金機票的明細講清楚 只發給一個人一千塊 就想了事 到現在台北的旅行社 也沒有跟我聯絡 那我打到台中的分公司 台中分公司這邊的態度是 這個我們不清楚 麻煩你自己找業務人員 就掛我電話了 疫情攪局 張小姐一將不得已取消泰國刑 任賠殺出 只是想知道錢被扣去的哪裡 旅行社承辦業務人員表示 將協助提供收據和明細 解決消費者的疑慮 記者黃明鈞 陳須 邵玉敏 新北報導